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活一世,究竟图什么? 不就是图个人生安好罢了? 安好这种状态看似很简单,实际上我们很少人能够达到, 因为外在的环境和现实的条件会死死地将你给限制住。 当我们认为自己能够改变环境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小,根本就很难了解这生活的残酷和复杂。 当我们只能顺从环境的时候, 我们早已历经风霜,活成最为沧桑无奈的模样。 说实话,我们每个人心愿都很简单, 不过是活得安稳一点而已, 根本没有什么大富大贵的追求, 可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跟这样的目标擦肩而过。 就拿我们三十岁。 对成家立业的情况来说, 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寻觅到属于自己的爱人, 共同铸造温馨的小窝。 可现实告诉你, 你无论怎么找, 都只能找到和你性格不符的人, 而你也只能凑合地过下去, 什么幸福婚姻的梦想也仅仅是虚无缥缈的想法罢了。 就是这样, 随着我们人到中年, 我们也感觉到婚姻的矛盾和家庭的压力几乎让自己每日都活在了烦恼当中, 于是乎, 我们便希望五十岁之后的人生能够过得好一些。 但是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一、真正的人生从五十岁开始五十岁以后的人生它其中的难度要比五十岁之前高出很多, 而难度的提高跟外界环境的愈发复杂和自身情况的逐渐变差, 那是息息相关的。 曾见过很多五十岁过后的中老年人, 他们都特别感慨, 原以为以前的日子是痛苦的。 殊不知, 更加艰难的情况还在前方等着自己。 五十岁之后的人会感觉到人生艰难。 其实, 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去分析, 第一个方面便是我们的身体健康。 从医学角度来讲, 五十岁的人, 他们的身体机能已经在下降了, 而且精力也大大不如前了, 可是外界环境的压力却一直在增加, 这跟我们当下的情况是存在巨大的矛盾的, 于是乎, 我们会感觉到力不从心。 第二个方面便是金钱带来的诱惑和无奈。 我们那么拼命去赚钱, 为了什么? 不过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已, 可是我们赚钱的速度却比不过外界物价增长的速度, 因此我们的生活矛盾会呈现大爆发的情况, 而我们也只能是拼了命去赚钱, 只希望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 第三个方面恰恰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如今的情况将决定晚年的下场。 为何中? 恋人会整日担忧自己的家庭, 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牵挂那个还未长大的孩子, 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切都跟我们的晚年息息相关。 晚年看似离五十岁的人特别遥远, 可实际上他仅仅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五十岁的人如果失业了, 那他立马就可以提前退休了, 而且还是没有收入的那种, 可如果还没有失业, 至少能够再当几年社畜, 赚一点钱, 也许成为社畜这样的话语不怎么好听, 可它却是我们生活中的事实, 哪怕你已经五十多岁了, 已经是老油条了, 可这还是避免不了你射出的结果。 一般来说, 要想看晚年如何, 我们只需要看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的情况, 就很清楚了。 这十年, 那可是半百人生的新开始, 这世间任何的开始都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你能够有怎样的基础, 将决定你未来能够走到哪一步。 在五十岁的时候, 能够一直安稳到六十岁的人, 相信他们的晚年还是不错的, 可是一旦这种安稳被打破, 危机就来了。 二, 最关键的十年为何说五十岁到六十岁至十年, 是晚年之前最关键的十年呢? 因为这段时间恰恰是乘上起下的十年, 他承接了我们前五十年的人生风雨, 开启了后半生的新历程。 前五十年混得怎样, 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了, 但是后半生过得如何, 有相当一部分的决定权那是在我们自己手上的。 曾见过这么一个报道, 在五十岁到五十五岁期间, 这当中因为意外而去世的人, 那是很多的, 有可能你的某个同事昨天还跟你聊得好好的, 今天却走了, 有可能你的某个老朋友还约你退休之后去环游世界的, 可他却先离你而去了。 这些事儿一般都会在我们五十岁到五十五岁的时候发生。 因为这段时间生活的落差很大, 健康的情况落差也很大, 就是这样的落差让人的身体和心理都崩溃了。 看看我们身边的中年人就知道了, 哪一个不是愁眉苦脸, 内心焦虑的, 除非这个人是富人或者说是富二代。 不过, 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巨大的落差和矛盾, 所以说, 晚年是否凄凉? 要看五十岁到六十岁至十年三, 如何避免晚景凄凉五十岁以后? 要想避免晚景凄凉, 请点亮以下三盏灯。 一、健康之灯 以前老年人说, 每个人身体上都有三盏灯, 即左右两肩, 头顶各一盏灯。 这三盏灯的状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状态。 当这三盏灯熄灭了, 生命也就到了尽头了。 的确, 人活着的时候就是一盏灯, 对于步入老年的人来说, 后半生最大的理想。 应该是好好活着, 所以健康尤为重要。 人这一生, 上半场不得不拼命, 下半场一定要惜命。 有个婶婶生了四个孩子, 孩子上学时压力大, 丈夫就外出打工, 她则在家种地。 从每年的三月开始, 她就开始忙活, 直到十一月才能结束。 在这期间, 她每天五点多就得去地理, 中午休息一会儿继续忙, 直到晚上六七点才回家。 婶婶是一个刚强的女人, 除非是真做不了的话, 才会找人帮忙, 一般的我都是自己做。 就这样忙了半辈子, 婶婶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可是本该在后半生享受幸福的婶婶却生病了。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病是累出来的, 后半生健康才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这盏生命之灯一定要点好。 二, 希望之灯孩子是父母的希望与寄托, 孩子的进步是父母莫大的欣慰。 孩子的成功是父母永远的追求。 村里有一户人家, 两口子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全凭吉姆田地为生。 他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在读书的时候, 日子过得格外拮据。 那时候上学要缴纳学杂费, 父母收入有限, 就像三七六七左邻右舍借些钱来填补。 可借的次数多了, 人们纷纷都避之不及, 亲戚也不例外。 更过分的是, 农村操办酒席的时候, 人们都不愿意跟他们同吃一桌酒席, 连借铺子的人都对他家冷嘲热讽, 嫌他家凑得分子钱少, 两口子真的是在众人眼里抬不起头。 但是好在他家的孩子争气, 辛苦了十多年后, 陆陆续续都考取了大学。 如今, 两个孩子在当地检查机关上班, 小女儿在县城中学当教师。 至此, 父母重新找回了失去多年的尊严, 无论走到哪里, 都有人主动搭讪。 真的, 儿女有出息, 父母才。 没有底气。 人过五十, 看到儿女有出息, 家庭有希望, 老人心中就有了希望之灯, 日子过得也就安心了。 三, 成长之灯人过了六十岁, 是不是就该万事该休了? 答案是否定的。 人过六十岁, 是又一历程的开始。 新时代的老人要有终身学习的态度, 活到老, 学到老。 之前, 老年人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无法出示健康码, 而被拒绝乘车进公园的新闻时不时就登上热搜。 的确, 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正在成为信息时代的无家可归者。 不会用微信, 不知道什么叫二维码, 不懂得语音和视频聊天, 不会上网购物买票, 不会网上预约医院等等, 这一切让他们寸步难行。 所以, 老年人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现实安稳了, 一定要坚持成长。 古人云, 不进则退, 时代在飞速发展, 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危机感。 老年, 恩人也不例外, 老年人学会智能手机, 可以通过网络购物, 聊天, 支付方便生活, 也可以和在外工作的儿女, 打视频电话, 搭建亲情之桥, 也可以和同龄的老人共化家常, 为生活找到活力。 活到老, 学到老是一种生活方式, 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做一个热爱学习的老年人, 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不被时代所抛弃。 人生就像一次远行, 心中要有一盏明灯, 才不会迷失方向。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到五十,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 谈情说爱, 心意太老, 谈死为时尚早。 五十岁之后, 身边空无一人, 孤独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有老伴在身边, 即便是搭伙过日子, 也会好一点, 毕竟家里多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知乎里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该怎么劝我爷爷不要找老伴? 扎心的回复, 就是劝什么劝不了, 你们只能让你爷爷跟着女的。 领证之前, 把财产做好公正, 房子做好过户, 以后财产做好分配。 不同意就不。 准领证就这么简单, 丧偶老头的思想, 谁也左右不了。 人为财死, 鸟未食亡, 每个人都盘算着自己的财富, 想着自己如何过得幸福, 却从未在乎老人的孤独。 所以, 老年人应该有点私心, 别以为儿孙满堂就是幸福, 别以为养儿养女能防老。 有道是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人生路上有太多的不确定, 丧偶离婚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我有鼓起勇气活在当下, 憧憬未来。 当然, 五十岁以后招老伴应该谨慎一些, 做到以下六个步, 避免人财两空。 亦不要随便领证。 记住了, 婚姻不是一张彩票, 即使输了, 也不能一死了事, 如果没有想好, 没有到非到结婚不可的地步, 就不要领证。 一张小小的证书代表不了什么, 但是能够让你困在婚姻的沼泽地里, 不可动弹。 老年人的爱情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也不能保证对方就一定是 单纯想谈恋爱。 领证之后, 意味着你的钱财都要分一些给对方, 如果你有房子、 车子, 这些物质都要和对方共享, 万一谈不来, 要离婚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等一等, 缓一缓, 看一看, 好好谈一场恋爱, 就像年轻时候那样, 而不是随便找一个人马上就结婚。 我的一个朋友, 他的母亲今年55岁, 父亲过世多年。 去年三月份, 朋友的母亲要再婚。 男人住在一个大家庭里, 家里已有六口人, 其中包括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 一个在读高中的孩子, 一个大学毕业了, 但是没有工作的孩子, 还有男人的妹妹和妹夫。 家里人多, 也没有分家, 都挤在一套90平米的房子里。 朋友坚决反对, 理由如下。 第一, 对方家庭人太多, 母亲过去之后就是给人当保姆, 每天做饭做家务都累得够呛。 第二, 对方家庭很复杂, 人际关系很难处理, 上有老下有小, 作为一个外人, 无疑是风箱里的老鼠, 两头受气。 第三, 对方家里太穷, 一套房子住这么多人, 要是老头哪一天不在了, 个个都盯着房子, 肯定要闹得不可开交。 所以, 在母亲要和男人领证的时候, 朋友提出了反对意见, 硬是没有让母亲嫁过去。 上个星期, 朋友输了一口气, 母亲和对方闹翻了, 回家了, 一切都如朋友所料。 母亲是受不了那份气的, 人过五十本来就想过清静的日子, 哪里还会喜欢? 护别人, 哪里还能经受住上有老下有小的折腾, 理智一些, 别急着领证, 否则要离开的话就会成为笑柄, 也会为自己难堪。 二, 不刻意隐瞒身体状况。 人到老年, 不再找老伴的时候, 不要刻意地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 不论以前有过什么病, 都要如实告知, 因为即使在现在隐瞒了, 总会有被知道的那一天, 到时候再撕破脸, 就彼此难堪了。 老陈向亲时没有跟别人说自己的病史, 一直说自己身体健康, 没得过什么疾病, 可后来有人说他曾经的过脑梗, 只是治愈得及时, 没有留下后遗症, 大家知道了, 再也没有人给他帮忙介绍老伴了。 现在老陈独自一个人过日子, 总是厚着脸皮找人帮他介绍老伴, 可人家立即就会说, 我不可能害了别人, 你找, 别人去吧。 人到老年再找老伴, 不论成与不成, 都应该真诚相待, 如实告知自己的身体状况, 否则也只能自己孤独终老。 三, 不要轻易相信网恋人, 到老年再找老伴时, 一定要知根知底, 轻易不要相信网络恋情。 很多老人想着通过网络找到一个与自己相伴到老的人, 通过几次视频或者语音聊天, 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所感动, 或者被对方的故事感动,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给人家转钱, 等到醒悟时, 为时已晚。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被自己网络情人骗走了五十二万。 老人说自己与这个网络情人恋爱了六年, 只是在第一年里视频里聊过几次, 后来都是语音聊天, 这个情人以各种事情从大爷这里要走了很多钱。 直到有天, 老人找不到这个人了, 才告诉自己的儿子。 通过警察, 他找到了他的网络情人, 原来是个骗子。 所以说, 老年人在找老伴, 一定要找个知根知底的人, 不要轻易相信网络恋情, 很容易被骗。 四不要轻易暴露财富。 找老伴的时候, 不要一开口就说, 我家有大房子, 车子也不错, 存款有几十万之类的话, 不谈钱财才是最好的恋爱。 如果对方口口声声逼着你说出财富状况, 你就应该打起精神来, 看看对方到底是贪图金钱, 还是另有所图。 一般来说, 那种老牛吃嫩草式的爱情, 多半和财富, 地位有关系, 别人年纪轻轻, 要嫁给一个老头子, 图什么呢? 当然, 这年头有爷孙恋, 并且也过得很幸福的, 但少之又少。 物理学家杨振宁找了一个, 比自己小很多的妻子温帆, 他们的爱情建立在事业和感情的基础上, 因此能够长久。 可是你不能用个力, 来说服自己, 应该看看身边那些忘年恋的结局。 人老了, 有钱就是做人的底气, 养儿养女不妨老半路, 夫妻就是贼, 唯有金钱最靠谱。 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你订了没有钱就知道有多难了, 真的不必为了再婚, 弄丢了自己所有的钱。 人老了, 弄丢了钱再去赚钱, 真的不容易。 不管爱上了谁, 你都别轻易谈钱, 不要用钱来给自己真脸, 更不能随口承诺, 结婚之后可以给对方多少钱。 五不要忽略儿女的意见。 人的老年在找老伴, 还是要多听听儿女们的意见。 虽然有时候儿女们会为自己的利益阻止老人再婚, 可很多时候他们还是很愿意老人身边能有个人陪伴。 有些老人觉得在找老伴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儿女们他们管不着, 可别忘了。 很多事情不是当时想象的那样, 有时候事情的发展是不可控的。 七十五岁的老张就是不听儿女们的劝说, 非要取比自己小二十岁的赵姐, 还要把自己的住房加上赵姐的名字。 可结婚还没有一年, 老张就病了, 不能自理。 赵姐起诉离婚, 要分走一半房产, 最后经过协商, 给了赵姐二十万, 才把这是了结。 老张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取儿女的意见, 让自己白白受气, 损失钱财。 人到老年在找老伴, 不论是再婚, 还是搭伙过日子, 都要听取儿女们的意见, 得到儿女们的祝福, 那样的晚年才能越过越顺心。 六, 不要有感情交易, 爱情不是交易, 有的老人在找老伴的时候, 一开始就说百年之后房子归你之类的话, 也有一些人冲着你的家庭地位来的, 要求你帮助他的孩子, 找到合适的工作, 投资建立小工厂, 小商店等。 有的女人不管嫁给谁, 总要把对方的工资卡控制在手里, 就是儿女给的礼物也全部要搞清楚, 然后把钱财转移到自己孩子身上。 当然也有类似的男人, 爱情就是爱情, 不要在爱情面前立下太多的规矩, 更不能签订合同。 如果爱情成了交易, 那么你身上的价值就会被榨干, 等你毫无价值的时候, 对方就一溜烟跑了。 人是会变老的, 当儿女都长大成年了, 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身边有人陪伴。 所以找老伴不是坏事, 但是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等对方暴露真实面目, 才追悔莫及。 美国作家基尔凯斯勒曾说, 婚姻就好比桥梁, 沟通了两个全然孤寂的世界, 好的婚姻是架设在两个人之间的桥, 即使风雨再大, 也不能过河拆桥, 人过午时, 生活要回归简单, 让人舒服的爱才是最好的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凡事顺其自然, 凡事不可强求。 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夸父追日的这个成语, 传说古代有一位勇士名叫夸父, 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便拿着手杖去追赶太阳, 他翻过高山, 渡过江河, 最后他因劳累过渡而死。 尽管夸父追日没有成功, 但在我们的记忆中, 夸父一。 但是一个英雄, 他本就知道追上太阳的难度很大, 但是他没有胆怯坚持到底。 但其实夸父追日还有另外一个寓意, 就是不自量力。 下面这个故事中, 青蛙就是因为不自量力, 最后落得一个活活摔死的下场。 很久以前, 一直成为两栖明星的青蛙并不满足现状。 他想, 我能在水中游上跳, 如果能在天上飞, 就成为一只三级明星的青蛙了。 到那时, 我就成了所有青蛙崇拜的偶像。 于是, 这只青蛙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飞翔计划。 按照计划, 青蛙每天苦练飞翔的本领, 可无论它怎么练习, 也没有什么效果。 青蛙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心想是不是自己的练习方法不对。 他细心地观察着鸟类的飞翔, 发现熊鹰都在高高的悬崖上起飞, 小鸟都在高高的枝头。 上起飞。 青蛙明白了自己之所以飞不起来, 是没有找到一个起飞的平台。 于是青蛙沿着一棵树的树干爬上了高高的枝头。 青蛙雄心壮志地仰望着蓝天向上奋力一跃, 就在它以为自己飞起来的时候, 身体突然不听使唤地向下坠落, 最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面对这只摔死的青蛙, 青蛙们想不明白, 不是说成功离不开梦想, 离不开计划, 离不开苦练, 离不开坚持, 离不开方法吗? 这一切, 在这只摔死的青蛙身上都具备。 具备了如此成功条件的青蛙, 最后为什么会活活地摔死呢? 自己没有翅膀, 却偏偏要去练习飞翔, 怎么会不摔死呢? 老青蛙的一句话使众青蛙恍然大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第一就是吃。 有所。 所短寸有所长, 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本领和驾驭能力, 还是不要轻易地去尝试, 那样做的结果除了失败, 不会有第二种结局。 人的一生非常短暂, 不必要做不适合自己的事情。 第二, 学会顺其自然, 别再强求在适合自己的环境里, 人人都可以生活得很好。 一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这句话使比喻人或事物各有长处, 也各有短处, 直到我们正确地评价自己和他人的。 春秋战国时期, 有个叫甘茂的人出使七国, 渡过一条大河, 船夫说, 河水是个小的间隔, 你自己都不能渡过去, 还能到君王那里去游说吗? 干嘛? 回答说, 不对, 你不了解事物, 各有他的长处, 那种谨慎, 老实, 诚恳, 厚道。 他的臣子可以让他们侍奉君主, 却不可以叫他们带兵打仗。 习其卢卡这样的豪马, 能日行千里, 如果把他们放到屋子里, 让他们逮老鼠, 还赶不上一只小野猫。 干将可算是锋利的宝剑, 天下文明, 可是木匠用他做木工活, 还比不上一把普通的斧子。 现在用船桨划船, 我不如你, 然而游说各个大国小国的君主, 你就不如我了。 在这里, 船夫做了一个错误的类推, 他把河水两岸的, 间隔类比人思想之间的间隔, 从甘茂不能渡过河水, 错误地推断出甘茂, 不能抵达君主的思想深处, 从而不能达到思想之间的沟通一致。 创却类推的前提是两个对象的属性, 在这个推理中有相同或者相似之处。 在船夫所做的这个类推中, 两个对象在属性上根本没有。 这样的相同处, 也就是说, 船夫类推的前提本来就是错了, 所以根本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家茂根据人和事物各自不同的属性一一列举, 谨慎厚道的臣子能侍奉君主却不能带兵打仗, 毫马能日行千里, 带老鼠却不如小猫, 干将保见天下文明, 做木工活比不上普通的斧子。 他承认自己用讲划船不如船夫, 但是游说各国的君主船夫不如自己, 从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我们在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 不能犯类似的错误, 不能因为自己或者他人某件事做得不好, 就推论出其他事情也做不好, 这样只能打击自己的信心, 或者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李开复曾经写过一本书, 做最好的自己。 他认为做最好的自己, 首先就要找到最适合自己去做的事。 因为只有选。 选择那些最适合自己的东西, 你才能够将其做到极致。 其实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机会, 但是最好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 所以每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不要总是想着去做那些最能带来成就感, 最光鲜的事情, 因为那些好的东西未必适合你, 你失败的概率会比成功的概率大得多。 最合理的选择就是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事情来做, 这样你的追求和奋斗才更有保障。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适合别人的东西也未必适合自己。 我们只要找到自己最能做好的事情和必须做的事情, 才能让人生绽放光芒。 二,学会顺其自然。 人生不强求一切顺其自然, 是你的早晚会来, 不是你的迟早会走。 人生不要强求, 抢求的。 何瓜不甜, 不如顺其自然。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抢求。 三千繁华但只沙纳, 似水流年顺兮万变, 看开看淡, 顺其自然, 人生随缘, 但世上努力而不消极, 做好当下不浮躁。 顺其自然并非随波逐流, 漫无目的地等待, 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更不是无原则地低头。 无法改变的事就是所谓的自然, 我们只需淡淡地接受, 就是活着最好的方式。 更准确地说, 顺其自然是不抢求, 不刻意, 不压抑, 是一份豁达, 一份淡定, 一份超然, 是获得轻松, 通向快乐的最好途径。 顺其自然本身就是一种顺应生命的平衡人生的生活, 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人生自然会变得美好无比。 所谓顺其自然, 它其实就, 就是一种随缘的生活状态及心态, 就像水是自然而然的, 高处往低片流, 而见已经在弦上了, 不得不发。 所以顺其自然的人生应该是这般随缘而安。 简单来说, 就是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 因此, 人生在世, 该做什么的时候就要随缘, 尽心尽力地把那件该做的事情做好, 该学习的时候好好学习, 该工作时好好工作, 当然, 该休息的时候也要好好地休息。 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才要微笑面对, 也许会有暗礁险摊, 也不知道生命下一个口, 会被搁浅在什么地方, 何必去想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就让它顺其自然吧。 俗话说得好, 冰来降挡, 水来土掩。 顺其自然还有诸多含义, 在感情上, 顺其自然就是和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珍惜手中的爱, 不苛求完美, 不强人所难。 当遇到一个深爱却不属于自己的人时, 要学会顺其自然, 因为有些东西注定不是你的, 有些缘分注定一辈子没有结果。 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 但拥有一个人时, 一定要好好善待他。 在事业上, 顺其自然是对自我的肯定, 是一种波澜不惊的等待, 等待时机的成熟, 等待成功的降临。 更重要的是要循序渐进地做好每一次的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慢慢积累后劲, 才能在顺其自然地今天把未来的人生提高一个层次。 所谓顺其自然, 其实是一种洒脱的等待。 有一颗平静的心, 平淡的心, 平缓的心来等待, 就像湖水表面点点涟漪, 而湖底却是波澜。 佛经, 就算是等待, 也不要刻意等待, 不妨放松等待的心, 用一种漫不经心的状态等待, 去等待那种不知不觉而来的幸福。 正所谓是众力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栏珊处的惊喜。 事情常常是这样, 你翘首等待时, 他偏不来, 你越是顺其自然时, 他却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时候选择停下来, 也是难得的勇气。 年少轻狂的时候, 我们对人生的理解, 似乎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孤勇。 那时人们说, 要勇敢地面对人生, 要用坚持不懈地努力去迎接人生的惊涛骇浪。 可在人的一生当中, 选择有很多, 决定也有很多, 并不是所有的想法, 都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拼搏。 年少的我们尚有时间来试错, 但人到晚年, 也该留出时间来给自己, 给那些真正值得的事情。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 所适宜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 晚年将近的时候, 人们最好的生活方式便是及时止损, 停下那些不恰当的选项, 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 去爱自己想爱的人, 去看自己想看的风景, 才是真正踏实舒适的样子。 那时你会发现,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不是举足无措的茫然, 而是妥贴释然的舒畅。 人生的路看似很长, 实则很短。 年轻的时候, 总是感觉未来看不到尽头, 于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憧憬远方, 用自己的时间去驳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 可到了晚年, 人生所剩的时间已经没有太多, 我们没有太多的未来去尝试那些看不见收获的试探。 在这个时候, 止损是最好的选择, 它能够让我们尽可能地远离尚未到来的伤害, 以及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在人的一生当中, 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可以收获相应的答案。 即使放弃的止损, 是晚年时光里对自我的一种救赎。 身边有一个活得十分快乐的大爷, 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他, 他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他的笑让大家很难想象, 在几年前的时候, 他还总是唉声叹气。 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爬山, 但因为工作的忙碌, 很多计划好的行程都没能付诸行动, 这也成了老爷子心中的遗憾。 退休之后, 他有了空闲的时间, 就想把这些缺憾填补起来, 可上了年纪的他已经有很多山爬不上去了。 悲伤的日子久了, 他也终于想通了, 爬不上高山, 那就去爬矮一点的, 没什么关系的。 其实生活就是如此, 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就会心情舒畅很多。 人生的路有很多, 并不是非要做到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 能够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到了老年时期, 对于那些无可奈何无法改变的事情, 还是及时止损的好。 一身体上止损, 拥有好健康人老了, 你会发现, 健康是这世间最为昂贵的。 一笔养老本金, 有了健康, 才能吃神妖都香, 有了健康, 才有能力自己照顾好自己, 有了健康, 才能享受生活中的美好。 斯宾塞说, 良好的健康状况和游之来的愉快的情绪, 是幸福的最好资金。 人老了, 学会在身体上止损, 别再挥霍自己的健康了。 人到晚年, 拥有了健康, 才意味着你能拥有一切的可能。 生活中不难看到, 年纪大了, 急定缠身, 每天都在忙着和死神赛跑, 完全没有机会享受生活。 人老了, 别挥霍健康, 改掉自己的坏习惯, 无论失去什么, 都不能失去一个健康的身体, 否则, 人生路将毫无意义。 学会爱护自己, 真爱自己的身体, 在晚年才会越活越有福气。 二, 经济上止损, 守住自己的钱。 钱是人生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能让人避免陷在淤泥。 人到晚年, 赚钱的速度变得缓慢, 赚钱的能力也逐渐下降了, 手里的钱变得十分的宝贵。 有钱意味着晚年的生活会活得更加从容, 会活得更加有底气与有品质。 如若一味地挥霍钱, 眼下的日子过得舒坦了, 但是在往后的日子可能会过得很艰难, 吃没钱的苦。 人老了, 学会在经济上止损, 守住自己的钱, 把钱放在值得的人身上, 花在应该花的地方, 而不是毫无节制, 随便浪费, 别等到老了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 却两手空空。 人老了, 不要挥霍钱。 守住了钱, 就是守住了福气。 尤其是当人老了, 失去了社会劳动能力时, 钱就是最后的靠山, 没有钱的日子, 生活会过得很艰难又辛苦。 守住钱, 守住的是一份属于自己的底气与保障。 三, 时间上止损, 不要浪费岁月。 人老了, 学会时间止损, 珍惜时间。 人生之路看似很漫长, 却也不过是须于一瞬间的事, 佛只是一转眼的功夫, 人就老了。 在晚年生活, 时间慢下来了, 有更多的时间属于自己了。 但是请别浪费。 高尔基说,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 最长而又最短, 最平凡而又最珍贵, 最容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 就是时间。 一寸光阴一寸金。 人老了, 在时间上止损, 不要浪费岁月, 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用心过好自己的生活, 在余生的日子里, 要让生命变得更有价值, 不要在时间的流逝中留下太多遗憾。 人老了, 学会在时间上止损, 为自己留出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梦,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到晚年, 如果喜欢种花, 那就种种花, 如果喜欢跳舞, 那就跳跳舞, 如果喜欢书法, 那就拿起那支轻盈的笔。 人老了, 学会在时间上止损, 努力为自己而活, 才是最大的福气。 四, 止损是人生最好的生活方式, 止损这件事, 从表面看来, 只是人们的一种选择, 可实际上, 在行为的背后, 是人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是愉快地积极改变, 还是执拗地固执己见,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 这时的止损不仅仅是放弃某些选择, 其实还包括改变某些观点, 用开放的心态, 去应对生活中的种种。 而生活放开了, 自己的心自然, 也会舒畅很多。 生活是一面镜子, 你是什么样的生活, 给出的反馈, 便也会是什么样的。 就像那则故事当中的老太太一样,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就可以海阔天空。 故事里, 老太太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卖雨伞, 小儿子卖布匹, 两个儿子的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 可老太太就是开心不起来, 每天都忧心忡忡的。 大家问起来的时候, 老太太说, 晴天的时候, 她会担心大儿子的生意, 晴天的时候, 她有忧愁小儿子的不匹, 所以才会不开心。 文言, 大家规劝起来, 让老太太换个角度, 来思量这件事。 无论晴天还是晴天, 两个儿子都有生意可以做,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从那之后, 想通的老太太, 每天都乐呵呵的。 事实上, 人到晚年的时候, 人们的很多烦恼, 都是自己给自己寻找来的。 坚持一些不必要的事情, 执着一些稍有偏颇的观点, 自然会欲结于心, 感到不愉快。 在人生的道路上, 总会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 有些错误的选择, 可能会吞噬生活中的美好。 学会及时止损, 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幸福。 在生活中真正过得幸福生活的老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能力, 那就是学会止损, 岁月已变, 又何必纠缠不清呢? 倒不如再赏。 有时间的时候, 去好好体验自己没有感受过的日子, 去看看自己内心想看却未看的风景, 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 就早一些放手吧。 这样的止损会让自己的晚年过得格外的舒心, 同时也是身边人最想让我们活成的样子。 所以啊, 从现在开始, 请好好观察一下自己的生活, 用止损的态度, 好好地处理一番往后的日子, 就大胆地做自己, 去享受, 去拥抱, 愿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段幸福的晚年时光。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年轻的时候最怕孤单, 总觉得身边围绕着很多的朋友, 才是自己魅力的最好证明, 于是变着花样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 结交各行各业的人。 以为朋友多了, 人气攒下了, 道路宽了, 未来也就会有期许了。 但其实, 当你一路向前走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些所谓的朋友不过是吃吃喝喝, 一起玩得换快。 真正遇到了事情却躲之不及, 你从来没有那么多真正的朋友, 多的时候都是自以为是罢了, 尤其是到了中年, 很多人会惊奇地发现身边的。 人越来越少, 有时候想找个可以倾诉心事的人, 都要犹豫半天。 人到中年, 朋友越来越少, 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 别害怕, 一朋友越少, 烦恼越少。 有人说, 朋友多了, 路好走, 去医院也好, 去银行也好, 都能认识一位朋友, 事儿就好办得多。 殊不知, 求人一次, 就要给人回馈, 面子是靠无数次付出换回来的。 人心都是将心比心, 没有舍拿有得。 朋友太多了, 其实烦恼也很多。 有一个大老板, 别人都很羡慕他, 因为他的身边, 总会有许多人环绕, 他的朋友遍及天下, 山南海北都有他的朋友。 他每天都要参加各种饭局, 与无数人称兄道弟。 可是他活得却很不开心, 他说, 其实都只是应酬罢了, 为了生存迫不得已。 年轻时, 踏入上海, 也没想到会认识这么多人, 就想凭自己努力早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是后来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大, 每天都要为了利益公酬交错, 没有一点时间得以清闲。 早知道会这样, 宁可不发财, 最主要的, 他说, 虽然认识了许多朋友, 走到哪里都会遇到熟人, 但是说实在话, 根本就没有几个真心朋友, 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利益交换罢了, 你必须懂得吃亏, 因为大多数人与你交往都是为了占你便宜, 有时候你因为工作太忙, 怠慢了某个朋友, 他就会说你瞧不起人, 有时候你没能, 从某个朋友的胃口, 他就翻脸不认人。 如今, 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真心朋友? 人心都是肉掌的, 友谊到底是什么?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 因为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孤独, 每个人都渴望在自己深处逆境的时候, 能有人支持陪伴, 能有人支持理解。 可是归根结底, 人都是为了自己而交朋友。 朋友无需太多, 有三两个就好。 真正的知己没有利益需求, 却可以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动伸手, 此乃知己。 朋友太多, 烦恼就会越多, 因为你也明白, 有几个人不是为利益而交着。 二, 朋友越少, 矛盾越少。 常言道,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 人生若只如初见, 相信一切都很美好。 许多人最初相识, 都对彼此充满了兴趣, 随着谜题渐渐解开, 人就慢慢产生了厌倦, 反感, 甚至厌恶。 你去一个朋友家里住, 第一天朋友会热情款待, 第二天朋友会持续热度, 第三天朋友的热度就会简单。 一个月后, 朋友就可能会感到厌烦, 他怎么老赖在咱家不走啊? 即使朋友不烦, 朋友的爱人也会不满。 归根结底, 友谊只是一种互相礼让的感情。 朋友之交如水, 最好多少看似牢不可破的友谊, 有时候因为别人一句话挑拨就碎了。 年少时, 几个穷小子誓言天长地久, 成年后, 穷富会改变每个人对友情的态度, 不是有钱后变心了, 也不是穷着怕朋友瞧不起, 是我们都变了。 当人成熟的时候, 就是友情最脆弱的时候。 《三国演义》里的刘关章堪称友谊的典范, 为了这份情谊, 刘关章三人一生情同手足, 甚至高于手足, 真的令人赞叹不已。 可在现实生活中, 很难建立起如此深厚的友谊。 人性最大的缺点就是猜忌, 尤其朋友多了以后, 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很敏感。 光靠一个人的努力, 维护以及忠诚, 根本无济于事。 曾经以为三个人的友谊, 是这世上最稳固的友谊, 后来有一天才明白, 三轮车在转弯的时候, 最容易侧翻。 三个人如此, 五个人, 八个人, 甚至更多的人, 坐到一起, 就会变得人多口杂, 变得七嘴八舌。 无奈于人心隔肚皮, 一个人一个想法, 一个人一个目的。 好多看似坚固的友谊, 就在某一瞬间被猜忌催垮了友谊的城池。 活着, 活着, 也自然会明白一个道理, 朋友越少, 矛盾就越少, 与其纷纷扰扰, 倒不如各自安好。 三, 朋友越少, 能力越强。 人在低谷之时, 才会看透人心, 许多所谓的朋友, 都如狐孙般散去。 是的, 人心很现实, 有的朋友, 昨天还对你笑着, 今天你陷入危难, 明天再碰见, 他就变了脸, 这种人在世界上, 大有人在, 但这重要吗? 你看透了, 又能怎样? 你不服不奋, 你悲痛欲绝, 可惜, 这世上没有脉后悔药的。 正如一, 据话所言, 你经历的一切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 你所能做的, 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 以前需要靠朋友才能解决的问题, 如今要靠自己做一个了断, 断掉所有悲伤的回忆, 断掉所有的幻想, 断掉一万分不舍, 从明天起, 做一个独立自强的人, 自强不息。 天行鉴, 君子已自强不息。 老天永远不会辜负那些独立自强的人, 在低谷的时候, 在没有一个人帮忙的时候, 才能看透人性, 才能经受洗礼, 才能逼迫自己活出一个最顽强的自己。 若干年后, 当他默然回首, 一笑了之。 原来人这一生只能靠自己, 朋友顶多就是辅助, 但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只能自度。 人到中年, 别再害, 怕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人这一生前半部分, 是在不断地做加法。 你遇到的人, 你遇到的事, 都在为你积累人生的经验, 以应对下半生时的各种需求。 到了中年以后, 要学会做减法。 懂得人生的取舍, 不是谁都值得你耗费太多的精力。 朋友身边有一两个真正的足矣, 太多的有谁, 又能保证个个都是珍惜。 那些大浪淘沙出来的, 和你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 在你遇到困境时不离不弃的, 当你身在低谷时伸手拉你的, 完全够了。 否则, 即便身边围满了人, 但始终找不到一个真心的, 又有何用? 人到中年, 早已该明白人生是属于自己的, 无需哗众取宠, 也不需展示给别人, 你过得好, 过得坏, 和大多数。 人无关, 只有在那些真正的朋友眼里, 你的存在才是最重要。 这个世界永远如此, 人生有高峰, 也有低谷, 该远离你的人, 你再拼命也拉不住。 所以, 学会释怀, 没必要为不值得人流泪哭泣, 也没有必要强行挽留执意要走的人, 即便他们留在你的身边, 多半也是违心, 甚至他们或许还会见不得你的好。 看你挣扎的时候, 暗中作孝, 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所以别再勉强了, 倒不如把这些时间 和精力用于值得的人身上, 用在家人的身上。 朋友, 再真而不再多, 人来人往, 多少人终究是你人生的过客。 无需说什么天长地久, 等到老的时候, 还能有一位知己与你一起靠墙头, 就算难得, 却恐怕是你在人潮穿行仪式就只留下钩楼的身影, 一切如过眼云烟, 犹如一场梦罢了。 你淡然一笑, 还好, 这辈子没丢了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前两年, 网上兴起了一个词语, 《油腻中年难》, 这个词语来源于2017年冯唐的一篇文章, 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为所难。 这其中油腻的意思是指一些让人看着讨厌, 不招人喜欢的特质。 油腻中年是形容那些油腔滑掉, 事故圆滑。 他不修蝙蝠, 邋遢不堪, 没有真正的才学和能力, 又喜欢吹嘘的中年人。 人到中年,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很容易带来悲观情绪。 有的人化压力为动力, 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慢慢失业有成, 有的人在中年的时候就有了以老卖老的心态, 不思进取, 糟糕的饮食让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状况越来越差劲, 不思觉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油腻中年。 一个人是不是很油腻, 一方面暴露了生活状况, 一方面暴露了他的心态。 有你, 中年男人都有很明显的行为, 看看你有没有, 如果没有, 那就要恭喜你了。 一喜欢吹嘘自己, 男人应当以事业为重, 而事业也成为衡量一个男人, 人生层次的重要标准。 油腻。 中年男性往往事业上没有什么成就, 又爱慕虚荣, 想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途径来彰显自己的才能。 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 做事很利索, 说话很干脆, 不会拖泥带水, 不会讲不清。 有孕的男人就恰好是说不清的那种人。 比方说, 他看到了一个小青年, 就问别人以后要做什么, 如果小青年打算考一所好的大学, 他就认为别人没有出息, 不管学历多高, 都是打工的命。 他总是以长辈的口气对别人说话, 显得自己很有社会经验。 在家里, 他说话很啰嗦, 一件事可以颠三倒四地说几次, 对孩子的管教也是毫无头绪的,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还喜欢讲大道理, 吹嘘自己小时候如何厉害, 如何优秀, 以寻求自己的存在感。 他在家里的时候, 就没有别人说话的时间, 出门和朋友聚会, 他也是嘴巴最多的人, 夸夸其谈的表现让人很不舒服。 二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认为只要自己穿得舒服, 就是对人最好的尊重。 这完全是曲解了尊重的含义。 俗话说, 入乡随俗, 你要做的是适应别人的文化, 这才是尊重。 参加重要会议, 男人西装, 打领是尊重。 同样, 保持自己衣着的整洁, 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男性在年轻的时候, 都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是有很多男性在长大成熟之后, 特别是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 对于自己的形象也不再那么重视, 把一切的重心都放在了工作和家庭上, 不管是在穿着还是在外在行。 形象上也是拉里拉遢, 俨然形成了一副油腻的男人, 即使年纪不大, 也会给人一种油腻的感觉。 油腻的中年男人就像厨房里的油烟, 留下了油腻的痕迹, 很难擦洗干净。 比方说, 很多天都不洗头, 不见头发,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换饮, 在早晨的时候, 他找一件很久都没有洗的饮也可以穿着出门, 有一股嗖味了, 也浑然不觉。 虽然他不是乞丐, 但是样子越来越接近乞丐, 甚至有了一种乞丐的心理。 只是想一想, 一个男人头发很长了, 上面有油光发亮的样子, 衣服上的屋子都像是一面小镜子, 可以照出人的影子。 如果你说他太不讲卫生了, 他说这才是男人味, 他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三遇到事情了, 他喜欢推卸责任。 世界上的大部分男人, 还是会在遇到困难时, 自己想解决的办法的。 不过仍然有些男人喜欢推卸责任, 他们不愿意自己花时间解决问题, 而是喜欢将问题推卸给别人来解决。 这种男人想通过逃避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丝毫不为别人着想。 男人应该是敢做敢当的样子, 对家庭负责, 对感情负责, 对工作负责。 有责任心的男人总是精神抖擞, 愤发有为的样子。 油腻的男人喜欢推责任, 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 因为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只能逃避问题, 或者将责任推卸给别人。 到了中年的男人, 还这样子做的话, 那就有点让人瞧不起了。 比方说在单位, 他的任务比较繁琐, 就到上司面前诉苦, 好像女人一样哭哭啼啼, 如果自己的工作搞砸了, 马上就会说是别的同事影响了自己, 寻找一些客观因素, 从来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的同事李久久做事的时候, 马马虎虎, 有时候还是吊锒铛的样子, 他的工作总是拖后腿, 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差, 反而抱怨压力太大, 单位上思想看人, 同事故意使坏。 因此很多同事都认为他是过着油腻人生, 四衣脸的假笑, 遇到比自己强势的人还点头哈腰, 油腻的男人心情反而比较平稳, 甚至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他反正没有奋发有为的想法了, 但是他还是期待自己过得更好, 希望遇到贵人帮助, 希望天上掉馅饼。 他在别人面前唯唯诺诺, 把强势的人当成贵人, 宁愿自己被别人瞧不起, 别人偶尔给他一点点好处, 他就飞上天。 他就会到处吹嘘自己有多大本事, 和某某是好朋友, 典型的攀龙腹缝, 油腻的男人, 自己点头哈腰的样子好难看, 有精神去看别人的脸色, 却没有能力去做自己。 他在社会社会上混, 慢慢迷失了自己。 人到中年, 奋斗了很多年, 越来越觉得希望渺茫, 就自我否定了, 把不安的情绪带到了工作和生活之中, 甚至他都不想工作了, 宁愿靠乞讨过日子。 他还有很多穷惯了的行为, 比方说和一群老大妈去想打折商品, 买菜都是捡最便宜的。 我自以为是的样子有腻的中年男人, 有点点有点点自以为是的样子, 别人说什么他爱理不理, 假装没有听到, 就是被人骂了, 他也是满不在乎给人的感觉。 他很麻木不仁, 他要别人听他的话, 他自己却不愿意听别人的话, 他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如果别人反驳他几句, 他就很不开心, 甚至与别人交恶。 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 有年轻人, 中年人, 老年人, 就是在装装自己, 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 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 动不动就被道德经, 动不动就被论语, 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 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 他们经常通过夸大事实来实现哗众取宠的目的。 这样的男人要么喜欢在女人面前无中生有的夸耀自己所谓的能耐, 要么混淆事实往自己脸上贴金。 六中年男人如何不油腻? 马东曾说了一句话, 我有时候, 我会将自己的油腻当成是包疆, 就是岁月赋予我的价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年男人如何不油腻, 确实没有标准答案。 我认为, 只要坚持学习, 坚持运动锻炼, 别犯懒, 多顾家, 少些没必要的应酬, 身处人群中, 少卖弄知识, 少刷点存在感, 别总想着跟年轻人传授, 人生经验。 作家冯唐也在文章中总结道, 第一, 不要成为一个胖子, 第二, 不要停止学习, 第三, 不要呆着不动, 第四, 不要当众弹性, 第五, 不要追忆从前, 第六, 不要教育晚辈, 第七,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第八, 不要停止购物, 第九, 不要脏兮兮, 第十, 不要鄙视和年龄, 无关的人类习惯。 退一步讲, 如果定期健身锻炼等都做不到, 那至少可以多抽出点时间来读几本好书, 提高自己的精神层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